由于美元霸权不断地收割着世界财富 威胁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安全 美元地位正在遭遇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 不少国家越来越意识到 有必要摆脱美元的统治地位 并且采取实际行动 开始了去美元化进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 过去20年里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今年一季度的占比为58.88% 显著低于2000年前后超过70%的占比 这表明各国央行在逐步减持美元 从具体国家来看 为了降低西方制裁对本国经济的伤害 俄罗斯已经率先宣布推动去美元化 其中标志性一点就是 俄罗斯央行不断减持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 到今年1月 美元份额已减少到10.9% 另外俄罗斯4月起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改用卢布结算 俄政府还表示不排除将这种结算模式推广到其他领域 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已确认在同俄罗斯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不再使用美元交易 此前伊朗央行曾表示 伊朗外汇市场启动伊朗里亚尔对俄罗斯卢布货币交易 当时伊朗媒体指出 这是一额经济和金融关系朝着摆脱美元迈出的一步 印度央行近日也表示 已经建立了用于国际贸易的印度卢比结算机制 并立即生效 该机制包括用卢比结算进出口货物的发票支付等 印度经济专家分析称 此举旨在减少印度对美元的依赖 减缓卢比贬值 此外 以色列近来也在历史上首次将家园 澳元 日元和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 同时将减持美元和欧元 以使外汇储备多样化 巴西央行今年三月底公布的报告显示 过去一年来 美元在巴西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86.03%降至80.34% 欧元占比从7.85%降至5.04% 而人民币占比则从1.21%上升至4.99% 成为第三大外汇资产 有分析认为 随着世界走向多极化 美国已不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 美元的实力和地位会同步减弱 问题在于 美元将在何时丧失全球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 而不在于是否会丧失